好渐车用AIC拍一次 希望效果会好一点 应该有设定对不要打我 好收到很多讯息关于新的 iOS 测试版 大家都说里面有关于口罩解锁的功能加入 然后希望我测试并分享到底是什么 既然大家好奇今天很快拍一个介绍给大家 另一方面我也会讲到关于 Apple 和 Google 为了追踪病毒 合作一起开发的新功能 也是一起在这一次的更新中加入 我会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 好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然后按赞还有分享我的影片 好先讲口罩解锁的部分 这个可能大家有点误会 这并不是加入让你可以戴着口罩解锁的功能 以苹果对安全的顾虑来说 我也很压抑如果他们真的会这样做 那基本上更新之后就是多了这个功能就是 当你戴着口罩向上滑动解锁的时候 Face ID 会侦测到你有戴上口罩 那这时就会马上跳入输入密码的功能 那这样就不用像之前那样需要等个几秒等它辨识后 然后主要就是大概省个几秒的时间啦 那这个有人觉得和直接设定密码输入 就是不要Face ID 有何不同 那这个更新让你在不戴口罩时 Face ID 还是一样可以用 所以就不用进去设定 关闭或是开启重设这些都不用 那当然关于戴着口罩解锁的方法 网路上有很多的分享 那我自己为了安全起见 我是没有这样用啦 但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使用了 好那我来解释一下 Apple 和 Google 合作追踪病毒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基本上用简单一点的方式来说 就是在你更新到 iOS 13.5 之后 你会多看到一个推波讯息的选项 在健康里面 然后开启之后 你也要去 你也需要开启蓝牙 那这样在出门在外的时候 手机就会传出一个可供追踪的数据 然后跟你身边的装置做沟通 那这些的资料都是不具名的 并且没有上传到任何地方 至少以 Apple 和 Google 的讲法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自己 或是开启后有接触到的人 回报了你已经感染病毒 那这个时候这个功能就会自动去追踪 在你开启后说有接触到的人 并通知他们需要做自主隔离14天 或者是去检查之类的 那这个功能的追溯期效也是14天 所以是有考虑到潜伏期的问题 重点是这个是需要被开启的功能 那开启之后也是需要依赖使用者的自主回报 那当然这主要就是美国对隐私权的注重 连在这个状况当下都还是要去考量到 那不管怎么说 还是很高兴看到两大敌手在这个特别的状况 愿意一起合作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这些就是两个在 iOS 13.5 里面比较重要的更新 那很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问题和想法也欢迎在下方分享 那或者是我有说错什么也欢迎指证 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咯 我是苹果爹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